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住在楼下的女人染嵌 要她们上来吃饭 于乐捅了捅老公染冰说 妈 就不能打个电话嘛 拍什么篮球啊 一把年纪也不怕闪了腰 饶得人连睡个懒觉都睡不成 染冰说 这是我姐想的办法 说这样可以节省一些话费 于乐不敢再多睡 赶紧起床去洗漱 她怕自己起得稍微迟一点 染嵌上来站着个洗手间 让她大半天进不去 染嵌觉得于乐的化妆品好 她每次总是上来洗漱 化妆品也都是用的于乐的 于乐不是一个吝啬的人 可她有这方面的忌讳 不喜欢和别人共用化妆品 她跟染冰刚结婚 自己又比较腼腆 怕不让染嵌用引起她的不快 自己又花五千多块钱另买了一套 以前那套就让给染嵌 没想到染嵌刚进洗手间 就大声嚷嚷 于乐 我昨晚看见你新买了套香妹儿 放哪儿去了 你怎么这么小气 你赶快拿出来我用一用 于乐感到气节 染嵌要用她的东西 却说她小气 她忍了忍说 姐 我觉得化妆品用 最好还是各用各的好 我不想跟别人共用 她话还没说完 染嵌就双手插腰 站在洗手间门口让起来 小便 你看你老婆做事 她就不是把我当外人吗 染冰出来 说着软话 把她姐推走了 她说等工资发下来 给她买套和娱乐 一模一样的化妆品 染嵌这才不情不愿地 坐在餐桌面前吃起饭来 化妆品算是保住了 娱乐扶着门框 这才松了口气 娱乐认识染冰 是在城外大桥上 跟她相恋六年的前男友 刚参加工作不久 就劈腿她的女上司 娱乐跟她谈恋爱时 把自己的所有都给了她 却遭到了无情的抛弃 娱乐感到无言见人 来到城外的大桥上 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她站在桥栏上 正要往下跳的时候 被送外卖的染冰救了 染冰在一家公司上班 但是下班后兼职送外卖 好多赚点钱还房贷 染冰怕娱乐想不开 再寻短见 把她送回出租屋后 又在客厅里蹲守了一宿 之后 染冰不仅每天开导她 还抽空来她的出租屋 陪她追剧看电影 娱乐看她长得不错 人也善良 一来二去 两人在一起了 染冰说 她父亲早年病逝 是母亲把她和姐拉扯大的 为帮家里 她姐早早错学打工 她姐结婚后 在城里的一个商场 租了个专柜 开了家童装店 那时她姐的生意不错 她家的吃穿用度 和她上学的学费 大多都是她姐给她的 前几年 他们村里征地 她妈拿着征地款 和家里的那点积蓄 想在城里买套房子 好给她结婚时做婚房 那时她姐也准备买房 她妈在她姐的建议下 买在了同一栋楼 她家住楼上 她姐家住楼下 她姐说 这样相互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他们入住后 她姐家就关灶停火 一家人一直吃她家饭 她姐说 这样可以节省许多钱 娱乐跟染冰相处了一段时间 两人打算结婚 她决定跟她一起 见接双方的家人 娱乐去染冰家时 染倩也在 她用审视的目光 瞅着娱乐说 小冰救了你的命 你跟她结婚 按理说 彩礼啥的不应该要 这样才能报答 她的救命之恩 娱乐没料到 染倩会跟她说彩礼的事 她顿了顿 红着脸说 姐 染冰的救命之恩 我莫齿难忘 可彩礼和这是两码事 毕竟结婚是我一生的大事 没有一点彩礼怎么行 染倩碰了个软钉子 脸上有些怒意 她瞟了娱乐一眼 想不到 你是这么贪婪 难道小冰救你一命 还抵不过那几万块钱的彩礼吗 染冰妈则拉着娱乐的手说 染冰真有福气 找了这么个白白净净的漂亮女朋友 她说 不能因染冰救了娱乐 就不拿彩礼 让人笑话她不懂礼数 染倩吼了她妈一声 你有钱你拿 钱不够可别找我 染冰妈还想跟娱乐多说会话 染倩却烦躁的 要她赶快做饭 她还要去店里忙活 染倩说 娱乐瘦瘦高高的 看上去就吃不了多少 现在的姑娘都把自己的体型看得很重要 她要她妈把买回来的鸡 鱼排骨都别做了 等她老公回来再做 她说自己正在减肥 不吃油腻的东西 做几个简单的菜就行 染倩说的这些话 明显就是对娱乐不尊重 可娱乐也不好反驳 只能忍下了 之后 染冰妈要按他们那儿的风俗 给娱乐彩礼 被染倩拦下了 她说 拿到彩礼购买三斤和娱乐结婚 要购买的衣服前就行了 那天 娱乐跟染冰去商场买了几身衣服 准备做自己陪嫁的嫁妆 染倩拿着她买回来的衣服 逐一翻看 她看到娱乐买的那件丝绸睡裙漂亮 就立刻拆掉包装 穿在自己的身上 她觉得那件睡裙就像是给她买的 就说那睡裙归她了 娱乐一下子愣在那里 染倩再没眼力劲 也不可能没看出 那是她准备新婚夜穿的 娱乐压着心中的不快 脸对微笑说 姐 这件不能给你 那是我 染倩垮着脸脱下身上的睡裙 扔到沙发上说 我在这个家想要什么东西 还从来没人阻拦过 娱乐不想在婚礼前跟她起争执 只好继续忍 哪知道 结婚后 染倩丝毫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 看见娱乐的东西 她想用就用 这让娱乐满肚子的怨气 可是碍于染冰的面子 她也不好撕破脸皮 好在 娱乐是一所私立中学初三的班主任 她每天早出晚归 跟染倩很少碰面 因为不想让染倩惹得自己不快 后来她每次出门 都把自己的化妆品随身携带 这样染倩就没有办法私自用她的化妆品了 娱乐带初三班 要上晚自习 她回来时 小区前的公共停车场 基本上已经没有车位了 有时候 她好容易找个车位 自己的驾驶水平太烂 有一次停车时 她把旁边的车蹭了 赔了不少钱 后来 她找到车位后 只好把染冰叫下来 帮她停车 有几次 她回来的实在太晚 停车场已经没有停车位了 染冰让她把车 停在离家很远的飞机动车道上 结果被贴罚单 娱乐催染冰买个车位 她却支支吾吾说 他们刚结婚 手里的钱有些紧张 等过段时间 手头宽裕了再买 一天晚上 娱乐回来 把学生的试卷放在副甲座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 看到车窗玻璃被砸 试卷也扔得到处都是 这车是娱乐爸妈陪给她的嫁妆 看着被砸的车 她的眼泪一下子冒了出来 她爸妈知道后 想给她点钱 让她买个车位 娱乐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染冰 她走到家门口时 听见染倩对她妈说 要染冰交车位管理费 娱乐心里一片故意 染冰不是说 他们家没有买车位 为啥要交管理费 在娱乐的逼问下 染冰说 他们这个小区 车位是随房绑定出售的 当时他们家买房的钱都不够 哪有钱买车位 是她姐拿钱帮她家凑够首付款 买车位的钱也是她姐店的 她也没车 她姐就把她的车位租出去 一直用着她家的车位 管理费也是她交的 听到这些 娱乐心里立刻窜出一团火 她觉得染冰就是对她的欺骗 自己家明明有车位 却害得她到处找车位 娱乐要染冰把车位 从染冰手里要回来 染冰看娱乐想要回车位 就大声说 想要回车位也可以 先把我垫的钱还给我 我的钱也不白垫 按一份利息算 这都快七年了 十二万块钱的车位费 你算算 连本来历 要付我多少钱 还有 就是我租出去的车位 还有一年才到期 人家如果要我赔偿违约金 这钱你也得出 染冰明摆着 就是要继续占她家的车位 娱乐被气得胸疼 她问她 姐 我听染冰说 以前帮衬娘家很多 想不到你是这样帮衬的 染冰拍着桌子说 我这几年生意赔了许多钱 现在我是认钱不认人 只要能抓到手的钱 休想让我放 染冰也很气愤 她说 姐 你这是要扒我和娱乐的皮吗 早知你这样 我宁可不买房 也不要你垫钱 染倩骂染冰是胃不熟的白眼狼 她说 少一分钱 她也不腾车位 娱乐这才看清 染倩仗着自己以前帮衬过娘家 觉得她就是高高在上的功臣 觉得娘家就是她的天下 她可以在娘家当权主事 随便吃喝占用 婆婆性子弱 也觉得自己对染倩有亏欠 她想在家怎样就怎样 从没反对过 而娱乐要车位就如动了染倩的逆鳞 撼动了她在这个家的地位 她就来个本金利息一起要 看娱乐还敢不敢让她腾车位 娱乐越想越气 她说 姐 我到这个家两年多了 也没看见过你给家里交过生活费 家里的吃的用的都是我和染编的工资 要不从明天起 你把你们一家的生活费算算也交给我妈吧 染倩立刻跳起来 她说 她不给娱乐腾车位 她就要她交生活费 和她是针尖对卖忙 她说 这个家还轮不到娱乐说话的份 过了些日子 染冰公司派她去外地谈一项合作 如果合作成功 她就能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 有了那钱 他们再攒几个月的工资 就能把染倩店的钱连本代理还清了 染冰刚刚外出 婆婆就给娱乐打电话 说染倩在店里被供应商打了 哭着喊着要她赶紧去看看 娱乐是学过跆拳道的 她一把扯住供应商的手说 你再敢动我解一根手指 我立刻把你放倒 供应商感觉到了娱乐手臂的力量 乖乖放下了手 吵着要染倩还给她贷款 原来染倩的老公大半年前 从供应商那里进了一批货 那时他们资金周转不开 付不起贷款 供应商觉得都是多年的老客户 就把货奢给他们了 谁想到染倩老公这次进货的时候 不仅没把货款转给供应商 还把供应商的老婆领走了 供应商细细查了一下 染倩老公每次进货 都领她老婆去开房 供应商把收集来的证据摔在染倩面前 他说 他已决定不要她老婆了 可染倩倩的货款必须给 娱乐默默地把那些证据拍了照 染倩感到自己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老公去进货 把供应商的老婆拐走 自己却被人家打上门来要欠款 染倩愤于老公拿着货款出轨 他说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两人都出离愤怒 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 跟供应商来的那个女的是他妹妹 他跟染倩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 把染倩的头发薅了一缕 五十多万货款确实不是个小数目 染倩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 娱乐把他攒的工资 还有婆婆的养老钱拿出来 都没凑够二十万 供应商说 少一个子他也不走 他和他妹坐在染倩的店里 让他生意也做不成 娱乐跟供应商商量 他们不如找个律师写个协议 由律师作证 剩下的钱一年内分三次还清 供应商看染倩态度诚恳 他坐在这里也要不到钱 还耽误自己做生意 就跟他们签了协议 过了几个月 染倩的老公回来了 染倩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 他见老公回家 吵着把他推到门外 要跟他离婚 老公跪在地上不肯离婚 染倩摔杯摔碗 非要离 娱乐和染斌听到他们家吵架声 立刻冲了下去 染倩老公嚷着 离婚他要跟他平分财产 染倩指着他老公说 你是过错方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平分财产 房子孩子 还有店里的都是我的 娱乐和染斌 怀碧坐在旁边 给他壮胆撑腰 染倩跟他老公离婚时 娱乐已有几个月的身孕 他拿着证据 全程陪着帮他找律师 为他争取到了最大利益 娱乐看染倩拉扯孩子过得艰难 他跟染斌紧紧花销 把他店的钱都还给了他 染倩收到娱乐转过来的钱 抹着眼角的泪花说 他以前生意紧张 做得有些过分 如今他有难处 他们没有良薄他 还处处帮他 染倩算算娱乐帮他的钱 比他那时帮衬娘家的多得多 让他有些愧对他们 娱乐拉着染倩的手说 姐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 娘家就是你的靠山 你有什么困难 我会跟染斌帮你的 娱乐的宽宏大量 让染倩羞愧难当 染倩很庆幸 自己遇到了娱乐这样的地席 但凡是他遇到不讲理的 在他遇到危机的时候 谁能不计前嫌来为他撑腰呢 他也彻底明白了 以后自己还得仰仗这个地席 切不可太过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